所以郭董的副手人選呢 在這件事情呢 其實這幾天已經傳了一遍 但是對於郭台銘來說 他現在有困擾 這困擾就是 他們郭伴現在不管講什麼傳什麼 很容易就見光石 他們現在大概也很困擾這個問題 很多東西呢傳出去 女青王今天要不要給他曝光一下 副手是誰 給他見光石 我們現在只是談到現在媒體 有這麼一個風聲 就新的副手人選 因為之前一開始講是 陳大的校長蘇慧貞 那蘇慧貞這個出來之後呢 我們也後來透過郭伴也知道說 郭董想要找的對象 希望是女性 然後希望呢 這個他本土色彩比較濃 金農界的 這樣的一個對象 所以這樣的一個對象 之前找的是蘇慧貞 但很顯然這個 就提早曝光見光石 那後來又提到了侯明豐 那這件事情呢 其實你也會發現 他也是見光石 所以到了這兩天 傳出比較新的說法是說 這一個同時具有女性的身份 具有企業家的身份 又具有學者的身份 那麼同時符合這三個條件 女性企業家學者 那這個郭董的副手人選是誰 當然就引起很多的想像 所以現在有人往哪裡猜呢 往現在星光金控的副董事長 那個李繼朱身上去猜 因為他本身除了是女性之外 他本身也有學者的身份 又是金控的副董事長 三個條件都符合 還有他符合 郭董講的一個重要的事情 拼金記 你看郭董這是最重要 修正的競選主軸 就是放在拼金記上面 所以剛好李繼朱的財經背景 讓人家自然去聯想說 那這個人選會不會是李繼朱 那當然這個消息傳出來呢 我相信他不會是空穴來風 只是說這個是最新到目前為止 大家在揣測的郭董的副手人選 但不管是哪一個 看起來隨著時間越接近 這個人選應該很快就會公布出來 不管人選是誰 郭董趕快出來宣布參選 這是最重要的 小英的政權 你要面對的是鴻海集團 星光集團 隱雄集團 富邦集團 加起來 好幾千億 上兆了 上兆了 如果說真是他的話 那整個所有集團全部都在這裡 對 這個仗不好打 的確這是對決財團的一場硬仗 但是我必須要講 一旦聯署這個因為副手一定要公告 才能一起聯署嘛 對不對 但是你要提前被檢視 有政黨提名的包括蔡英文現任總統 以及韓國瑜候選人 他們都可以等到所謂11月中登記前 他們才宣布 但是他如果一旦公布了副手人選 對不起檢驗就開始 所有的副手呢 第一條件要求的是安全 所以郭董呢 我也相信說 他心裡大概也有所準備了 接下來的炮聲融融 一定會從9月底打到10月中 絕對不會手軟 當然就是說這個郭董的副手 我們可能稍後再談 先請教鄭浩 怎麼樣看這樣的最新發展 就是韓國瑜如果用出口打天下 特別是現在這個民調好像有 往上升的一個趨勢 問題是這是國民黨想要的嗎 國民黨的年輕人怎麼想呢 我覺得韓國瑜講出口 動員韓粉 讓韓粉越來越凝聚 大家都知道 好處是他的韓粉越來越凝聚 壞處是什麼 大家韓粉以外的人越來越疏離 這好跟壞是很明顯的 可是大家有腦袋選說 我們打選戰應該是怎麼樣 尋求更多人的支持 這些人本來就是你的支持者 你幹嘛一直去凝聚他呢 但是其實韓國瑜的想法跟大家不一樣 重量個上個禮拜我們還在談幻語 這個禮拜我們有人在談幻語嗎 已經沒有了 沒有了嘛 韓國瑜要做的是先求有再求好 鞏固自己的地位 先求有再求好嘛 就是韓國瑜很明顯 就是他先要有這個候選人的寶座 就是他能夠穩住他候選人的狀況 後面才能求好 就是怎麼把民調往上拉嘛 可是韓國瑜這部分拉扯就是很矛盾 比如說韓國瑜現在我們看民調 就是輸蔡英文就是輸6%嘛 好一點就輸6% 就是撒卡度的狀況 一對一的話可能輸更多 那無論如何在這6%狀況下 難道馬彌不重要嗎 難道知識籃不重要嗎 難道經濟籃不重要嗎 他都切割了 都切割了 其實坦白說韓國瑜是為了鞏固自己的韓粉 而切割知識籃跟經濟籃 可是知識籃跟經濟籃 對於韓國瑜來說 現在是最有可能爭取的選票 韓國瑜現在要去爭取中間選票 或終於爭取前率 幾乎是不可能的任務 而且撒卡度的狀況下坦白說 韓國瑜如果能夠爭取到知識籃的選票 其實贏一半了 比如說我們講 蔡英文現在贏韓國瑜6% 6%或7% 換算選票多少 就是80萬左右 可是馬總統再差的時候都9.2% 每天被大家嘲笑 都9.2%的支持度 這些馬民9.2%換算過來是100萬 現在是跑掉了 即便因為馬民越來越 馬總統年紀老了 然後有點皺紋了 對半砍好50萬 50萬對韓國瑜現在來說重不重要 重要這50萬加到韓國瑜上去之後 他跟蔡英文的差距就是誤差範圍內 所以坦白說 對韓國瑜來說 他現在如果煞車還來得及 就是說 如果他現在能夠趕快調整方向 你覺得有可能嗎 以他的這樣的作風 你覺得有可能踩煞車嗎 一念之間 一念之間 因為韓粉就像毒品一樣 就是你會越來越上癮 就是你好像在擁有韓粉那個狀況 所有政治人物都是一樣 磁鐵品在執政末期的時候 執政狀況很不好 他就去南部取暖 所有政治人物都一樣 馬英九也是一樣 在執政末期的時候 他在不行的時候 他去找生藍取暖 但是韓國瑜是連執政都還沒有執政 韓國瑜是執政初期 然後開始找韓粉取暖 但是概念都一樣 就是說這個取暖的過程中 會讓你非常沉醉 而且會認為說 我好像天下無敵 我好像擁有所有人都支持 可是問題是 這30幾萬人 不管是30幾萬 20幾萬還是10幾萬 最後都要換算成選票 他們換算選票就是30萬 他不會因為你在網路上到處攻擊 你的聲量大 你的選票就夠 那現在就是說看韓國瑜的表現 你們的藍營年輕人 覺得那是未來 你們想要的一個領導人嗎 一念之間 我覺得韓國瑜可以再加油 再加油 可以再加油 可以再加油 你是說再重點嗎 還是什麼 再對於中間路線 再中間一點 再往中間一點 韓國瑜曾經有想要走中間路線 但是他現在做法 是不是把一些 包括你說停馬的 或是知識的趕出去 這個確實是 趕出國民黨 而且我覺得他是有意識的 就是在趕走知識 譬如說他給馬英九難看 我可以想像 就是他跟馬英九 本來中間就有一些 沒沒嘎嘎的一些過激 可是他去羞辱丁守中 坦白說不應該 丁守中已經是代退老人 就是他其實已經是半對 沒必要去做丁守中 沒有必要 他其實沒有太多的影響力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是丁守中 他的行跟馬英九是一樣的 都是國民黨一路培養上來的 學者 教授 溫吞 確實是佛系打法 可是這些人也吸引了不少人的支持 不要忘記丁守中在臺北市拿40點多的選票 現在哪一個韓國瑜 哪個民調在臺北市能夠拿到40 沒有吧 全國韓國瑜都拿不到40的支出 他跑來說 丁守中 溫溫吞吞 三角踢不出個屁 我寧願韓國瑜是講錯 那你覺得他的用意是什麼 是把這些人趕出去嗎 我覺得他講錯了 改變了國民黨的文化 講錯了 他說是三角踢不出顆P 那個發音沒標準 只是這樣子嗎 他也沒有出來解釋 他也沒有出來澄清 沒有沒有 對 他是這樣沒有錯 但我覺得他這樣是不對 因為坦白說 韓國瑜現在每一張票都要停 他好像現在對我給我的感覺是 他有點好像是 只要我保住候選人位置 就沒問題 他想不想選贏都不是在他考量 但你覺得國民黨文化會不會被他改變 他正在改變中 正在改變中 那你覺得有多少人能夠接受 特別說這種臺灣基本的禮貌 風度等等這種文化 難道他也不要了嗎 我覺得如果你硬要我去 就我身邊的可靠的溫度來說 我覺得國民黨內部 不管是藍營的年輕人或是老人 我覺得現在是極度M型化 就是老人對於韓國瑜的支持 是鐵到不能再鐵 可是年輕人對於韓國瑜 是坦白說是非常疏離的 而且這個狀況就跟我平常在 我家客廳跟我爸媽對話是一模一樣 那我媽媽就是韓粉 就是家裡遙控器是不需要轉台的 因為他就定品在某一個頻道裡面 這就是我家的對話 可是我跟我媽媽的對話 過程中就很像國民黨 藍營的年輕人 跟藍營的比較資深的人 在做拉扯 那個動作我認為 坦白說我覺得 國民黨要想清楚 如果你要談 國民黨是個百年政黨 下一個一百年的時候 是要靠哪一個族群 在支撐國民黨 前進下一個一百年 這是國民黨要去思考的 這也是郭台銘心裡所想的 要去改變國民黨的文化嗎 國民黨未來是要往 像韓國瑜那個方向去走嗎 是關於爆出口這件事情 其實我很認同鄭浩哥剛才講的 其實他現在就好像是在吸毒一樣 我認為韓市長這樣子做 他是在飲鎮止渴 其實昨天還是前天 蘋果大概有用半版的版面 在討論韓國瑜現在面臨的問題在於 他的選票沒有擴張性 也就是說他現在看起來是他只在乎 他是不是要維持原有的支持者 可是明明他爆出口這件事情 事實上其他的一般選民 中間選民都是很反感 他看起來好像是 這些東西都不要了 問題是在只維持他現有支持者 可能20%的情況之下 明年他會贏嗎 不行啊 你一定要想辦法去拓展 你的選票才有辦法 明年才有贏的機會 所以我是認為 就現在的這個策略很不治 來來 喬惠委員 我是覺得這個午夜夢迴的時候 韓國瑜韓市長 也許會後悔說 我怎麼會來選這個行政首長這種職務 因為其實不管是我們聽到 藍營的朋友 我也是有藍營的朋友好嗎 聽到藍營的朋友 你怎麼知道 其他的中和的朋友 他們都覺得過去認識的韓國瑜 民意代表 立法委員 其實是一個蠻不錯的朋友 還蠻和蔼可親 平易近人的 那你想想看 這種東西如果他是一個朋友的場合 你在那種酒憨而熱 酒喝下去的時候 我們來餐桌上講講愛情摩天輪這個構想 這個一定很精彩 這是一個很精彩的晚餐的題目 那如果你是在這個晚餐上面 酒喝下去以後出來說 喝杯蛋裡這樣 那個很high在海產店熱炒店 這很適合的話語 但是你今天是做市長了 你要選的是總統 對 我們沒有要求總統要變成是聖人 但是我也不可能讓我的孩子知道說 標準沒有那麼低啊 對啊 對不對 我們何時淪落到是這樣的狀況 所以韓市長如果繼續是 往這樣的方向去走的話 然後又把自己塑造成一個庶民 然後是這樣的風格 很抱歉 坦白講 我覺得台灣的庶民 不是這樣子在公開場合做人做事的 好 再來關心高雄大港開唱 已經是成為文化盛世喔 不過突然宣布停辦 很多音樂迷是感到錯愕 到底什麼原因呢 來看VCR 大港開唱已經是許多樂迷每年的朝聖大典 宣布明年停辦PTT上一片哀嚎 只問韓市長是完全不想要年輕人的票嗎 只想要擁抱老年人跟聲嵐嗎 就連行政院副院長陳其邁 都在臉書PO文表示惋惜 認為大港開唱是被再見 文化品牌建立很困難 但是要摧毀它卻很快 一年來大港開唱遭受抹黑茶水錶 以及政治力各種千奇百怪的刁難 接連不斷粗暴扼殺了自由的歌聲 有特定的議員在栽贓跟抹黑 這樣的一件事情 不只是市政府不支持 甚至動用陣風系統 一直要他調到資料 我想任何一個民間單位受不了 政府這樣的騷擾 我們只是行使議員的職責 希望了解這件事情舉辦的一些真相 但是我卻發現裡面的公讀生 是沒有被投保勞保的 才剛宣布明年不辦 已經有縣市首長搶著要 他是在高雄誕生 但是在其他的南部縣市 我覺得其實都可以 那目前為止我覺得台南我們很願意 熱情的迎接他來 我們看到韓市府是在清算前朝嗎 是在拼市政還是拼選舉呢 現在我們看到大港開唱明年是要停辦了 他們說明顯感受到 這個市府對於 感受不到市府對於大港的這個支持 那當然很多的網友都覺得很惋惜 說罷免韓國瑜讓大港回來 還有說那這樣高雄怎麼發大財 或是說韓國瑜不要年輕選票嗎 我們看到這個陳其妙他就說了 文化品牌很難建立 要摧毀卻是很快的 當然這個台南市長黃偉則說 歡迎來台南唱 沒有辦法在高雄 那台南歡迎你 那到底是什麼原因呢 高雄市的文化局是反駁說 沒有查水表 也沒有不支持啊 那剛剛我們看到這個藍營的這個市議員 邱玉軒他就說 九年領超過五千萬的補助 不能監督嗎 是這樣嗎 清王怎麼看 是不能監督嗎 還是故意找查 查水表咧 我所知道的就是這個大港開唱 當然它是一個很重要的活動 而且它變成是一個獨立音樂的 這樣的活動 那所以呢這個活動 對於年輕人來說 有非常正向的效果嗎 來參加一方面讓年輕人發現活力 二方面也鼓勵大家發揮創意 那麼最重要是這個活動 已經辦了很久的時間 所以它有一個品牌效應在那個地方 而且這個字其實真的是屬於一個 高雄一個很好的非常的品牌 所以在這裡面我們看到的是什麼呢 理論上它應該要繼續往下辦下去 而且站在鼓勵的角度 我覺得公權力去提倡它 去保護它都是應該的 但問題在於說為什麼會有這件事情 然後我們看到從這個 不管是這個議員的說法也好 或者是其他跟這個高雄市政方面 有關說法也好 他們講的都是什麼呢 都說這個是啊 這個主辦單位自己退回去啦 要不然就說他們在監督的過程中 怎麼樣怎麼樣啦 可是你一方面從這個主辦單位也聽到 就是說他們認為這個官方方面 對他們有很多刁難的行動 那所以在這裡面呢 其實誰對誰錯 我覺得這都可以公開的檢視 但是我覺得在這個階段 他就宣布就停辦 這個事情是讓大家覺得比較遺憾 為什麼這麼說 因為我們這樣講 就是說其實從韓國瑜上任以來 有兩件事情大家應該有印象 這兩件事情讓很多人質疑說 高雄市現在是不是陷入了一個 官員會做自我言論審查的狀況 跟自我行為審查的情況 我現在還沒有用白色恐怖 這四個這麼大的字壓在高雄市政府身上 沒有 我現在只是說高雄市自己的官員 是不是遇到這個狀況 第一件事情 之前如果各位還有印象 在很多的模範生 在跟韓市長在合照的時候呢 不是有人為什麼愛說謊嗎 還有人在貼什麼要做好做滿嗎 在那個時候各位如果有印象 曾經有一個模範生是怎麼樣呢 他穿著紅色的衣服 然後拿著維尼熊 也試圖要去靠近市長 結果被教育局的人員給擋了下來 那麼這件事情 當時就很多人質疑啊 那你高雄市政府 憑什麼去阻礙這個學生的表達自由 你把他給擋了下來 這個是一件很匪夷所思的事情 那後來呢 這個高雄市政府的人說 沒有他們沒有做這件事 但是很多人都看到現場 就是有官員把他擋下來 不讓他去靠近嘛 那所以這個質疑就很嚴重是 對於這樣一個年輕人學生 想表達說 是不是你會不會跟中聯辦走太近 跟中國靠太近的疑慮 你也不讓他表達 那所以這就是第一個 讓之前讓我們覺得匪夷所思的案例 那第二個讓我們覺得匪夷所思的案例是什麼呢 是在高雄市政府我們看到 這個所謂的公民割草行動裡面 他們要去的場地 你不讓他去 你說他是政治運動 政治活動 但是同樣的另外一個支持韓國瑜的活動呢 你就讓他去啊 馬上核准 對馬上核准啊 在這裡面很顯然的執法單位有沒有雙重標準 你就引起外界的質疑嘛 這就是第二個讓人家覺得說 那你會不會又出現了一個官員自我審查 以求政治正確的情況 那麼第三個其實還有另外一件事情 也是讓大家覺得有疑慮的 就是之前我們不是看到嗎 很多在所謂的參加公民割草行動的 要罷韓的店家 那些店家不是遇到了韓粉的進攻嗎 然後在裡面我們也看到什麼呢 有政府部門介入去所謂的查水錶嘛 就是查有沒有繳稅啊 有沒有違法的等等的狀況 那麼這些當然你可以說有人檢舉 所以政府部門不得不查 但是在裡面有沒有過當的情況 因為我們看到很多店家反映出來的臉書 所以在這裡面就還有一些爭議的空間在 那麼以上我們所講的三個事情 都是過去這半年發生在高雄市的事情喔 所以連結到這一次大港開唱這件事情的話 那你當然就讓人家質疑 那這一次的大港開唱的主辦單位 他們會不會也遇到類似的困擾 遇到在韓國瑜所統治下的高雄市政府 你的官員們有沒有發生所謂的自我這個言論審查 然後自我行政審查的情況 那像這樣的質疑呢 你就會發現接二連三看起來 你們去年在講說人家民進黨是東廠 那結果你們今年在做的事情呢 這不是變成另外一種的東廠的行為嗎 所以我才說在這裡面喔 當然我們不是要硬扣說韓市府就一定是做這些事情 但是在這裡面相關的事情 你總是要跟人民交代清楚吧 尤其是當你要選總統的時候 那你更應該要把這些行政事情講清楚 否則你怎麼告訴民眾說 這些事情以上都是公開 都是透明 都是清清楚楚的 是 這行錯是不是一種韓市恐怖呢 也就是說事先都要安排好 包括里長座談 也是要區長事先指定 那難怪就有為這個里長就抗議嘛 就是說他覺得他比較講話比較大聲 所以呢要跟這個韓市長 反應一些事情 反而就沒有辦法表達了 當然我們看到這個韓市長 或許比較喜歡一些老藝人 之前也找了一些這個老藝人去代言啦 或等等一些活動 但問題是年輕人喜歡的大港開唱 難道就保不住嗎 來 這個家經委員怎麼看 這個部分看起來是不是形塑 一種自我限縮的一種韓市恐怖呢 韓國瑜向來用一種 他除了用語言上的一種恐嚇 然後用鼓吹韓粉 來製造另外一種的恐嚇 這個我想大家已經都很習慣了 那現在呢再結合這些 本來是應當監督他的議員 形成另外一種恐怖的力量 今天這個邱于軒啊 是邱大展的女兒 去年當選的議員 他不是不能監督 但是監督有個比例原則 那重點是在於 市府的態度是什麼 大港已經是一個有11年的品牌 邱于軒不會不知道 他是高雄的媳婦 他在那裡住那麼久 在那裡選舉 難道他一次都沒去看過嗎 就算他對裡面有所質疑 但是我相信一定大港的特展單位 如果不是已經大到一種壓力 無法抵抗的話 他怎麼會這麼輕易的 把11年的努力說 我不願意了 我決定撤了 這個是辛辛苦苦養大的孩子 11年前我的小孩才出生啊 我現在把他養到11歲這麼大了 小學六年級了 難道我現在就放棄他嗎 不會啊 我得想辦法盡可能的改善再改善嘛 想辦法溝通再溝通嘛 對不對 可是這樣的一個策展單位 居然在今天說我數百期了 去年他們也曾經說 就算高雄換了不同的政黨擔任市長 他們仍然願意為高雄繼續服務 對不對 那今天韓國瑜 我覺得問題出在韓國瑜嘛 如果你今天對於這個文化活動 你很支持 就算議員再怎麼樣的去監督 你還是會有一定的能量去幫他挺住 而不會讓這個所謂策展單位 覺得這種恐怖無所不在 讓他那個身心俱疲 無法繼續承擔下去 現在不知道高市府有沒有去挽回 還是說就讓他就沒有 你看今天高雄市政府文化局 怎麼樣回應這件事情的呢 如果今天他是真的有心 他會說我們會跟策展單位 再進一步來溝通了解 希望這個大港還是可以繼續留在我們的港 對不對 講話應該要這樣講不是嗎 結果呢文化局 文化局表示說有沒有 沒有啊 沒有不支持啊 沒有查水表啊 就這樣子反駁回去而已 冷淡到一個 讓人家覺得心寒的這種程度 所以今天我相信 大港他不是只有一個年輕人活動的概念而已 是一個所謂熱情的演唱會而已 他也帶動了高雄 他在觀光的這種品牌 一個非常重要的指標 就像過去在墾丁有春娜對不對 在高雄有大港 那這個都是年輕人非常熱愛的一些活動 他進去以後 每一年都會幫這個高雄 帶來非常多的觀光 住宿 甚至有周邊的這種行銷的這種可能性存在 結果韓國瑜兩手一攤 他拼經濟拼到哪裡去了 不是要賺大錢嗎 不是說要拼經濟嗎 結果現在所作所為都背道而馳啊 所以我是覺得說 檢視韓國瑜不是 我們不要用什麼太高的標準 不需要到聖人的程度 但是他連一個普通人的程度都達不到 他要辦的活動沒有辦起來 反而讓一個行之有年的活動 給中斷了 這個我真的非常同意 佳馨姐剛剛的說法 一個在地的好的活動 其實是可以帶動商機 讓整個城市動起來 所以尤其是像音樂祭這種活動 真的是可以無限延伸 當年蘇貞昌在擔任台北縣長的時候 創立了共僚海洋音樂祭 所以這個共僚海洋音樂祭和大港 其實真的就是有南北兩大音樂祭之稱 那其實不瞞大家 今年三月的時候 我也和我先生兩個小孩 我們還千里迢迢 買高鐵票然後下去 然後走路住宿 然後在高雄還待了一個晚上 所以我在高雄有消費啊 對不對 這麼好的活動對不對 對啊我還下去支持Freddy一下 對不對就看到他在台上上 然後我在下面跟他跳跳跳這樣 所以一個好的活動 確實就是帶來商機嘛 那現在韓市長不是 或出去人進來高雄發大財 好啦那現在什麼都沒了 所以這樣看起來這段時間 這樣看下來 其實真正做到的只有什麼 只有韓市長出去選總統而已啊 對 其他的或有進來嗎 或有出去嗎 人有進來嗎 我是覺得完全都沒有了 會不會是韓市長不想看到 這種大港開場 有可能 他可能有他喜歡的style 藍營的我們看 這家綺怎麼看 大港開場年輕人喜歡的 結果韓市府就這樣子輕易的 就讓他就停辦了 老實說要選總統的人 你舊的都守不住了 你開創性又不足 那你還能做什麼呢 是 我其實不理解說 難道這兩個東西是互吃的嗎 就是今天大港開場 還有今天韓市長好像是要辦一個 比較old school的這樣子的一個演唱會 對啊 而且就好像 他可以都辦啊 不見得說一定說 這個不要了 然後拿另外一個來取代 對不對 而且袁包容 這次陳其邁有去唱歌 對啊 所以等於是說 他兩者不應該是互視的 所以我其實也不太理解說 大港開場是什麼樣的 為什麼是要被停辦這樣子 而且就好像剛才提到 他已經是一個行之有年 已經年輕人 基本上大家都知道 沒有人不知道什麼是大港開場 所以他本來每一年都會吸引一定的人潮 那當然人潮也會帶來的上級 所以尤其是現在韓市長 現在這麼缺年輕選票的情況之下 對啊 我們剛才有提到說 他這樣子也有可能會得罪年輕的選民 大家很不理解說 為什麼這樣好的活動要被停辦 對 這麼樣就輕易放棄了 一個這麼多年 這個都延續下來的一個活動 他就不要 除非他可以想到一個什麼樣的活動能代替 但問題是 不是那麼容易吧 而且為什麼要代替 完全沒有代替的比較 很可惜啦 因為韓國瑜 坦白說大港開場 跟綠營或時代力量關係好一些 那裡面支持者 大概也都不是韓市長支持者 那 所以他也不要了 展現了韓營充分的排他性 把他排出去 但是不要忘了 大港開場即便高雄消失了 這些支持者還是在嘛 對不對 熱愛大港的年輕人還是在嘛 那到台南後 他們一樣去台南嘛 對不對 越迷很多是全國來的 不是只有高雄的 對啊 這就是我要講的 他現在選的是總統嘛 而且很多人都沒有政黨傾向的 他現在要選的是總統嘛 這些人即便你 好 眼不見為近 我在高雄看不到大港開場 他到台南變鹿港開場 意思一樣啊 就是 就還是一樣是全台各地的 喜歡醫院的人 你這樣意思說 韓市長沒有消滅他就好了 不是不是不是 是他沒有搞清楚狀況 就是說 好 第一件事情是 你如果真的覺得這個地方 對你比較不友善 你第一件事情是 你能不能 你自己是市長 上計上測試 你可不可以做到 讓這些人覺得 對你是友善的 或是不要說友善不排斥 就你去支持也OK 這是上測嘛 那下測是什麼 下測是說 好 如果你今天二整大港開場好 那你就二整到有道理 讓大家沒話說 比如說像柯文哲之前 二整五大弊案 他雖然普通公啦 那是不同層次的事情 對啊 他那時候五大弊案 雖然普通公有的大有的小啦 可是他怎麼樣錄音帶 還是弄出一些嘛 會議紀錄還是弄一些 可是今天為什麼會變成羅生門 就是說大港說他被刁難了 然後我們呃 台北市不管是 高雄市的不管是市議員 還高雄市政府 卻說不出到底哪裡刁難嘛 那邱宇軒說 呃我九年零五千萬補助 不能監督嗎 那九年零五千萬是多還是少 不知道 那就這五千萬的花費 是好還是不好 不知道 就是說你如果要去整大港的話 你要當壞人 也當不成一個稱職的壞人 你懂我意思嗎 就是又或者是說 好你說 邱宇軒剛剛舉個例子說 可是大港開場 弄得公園生都沒有補 都沒有辦勞健保 對這是一件事情 可是這件事情 畢案並沒有大到成為一個畢案 然後把大港開場消滅掉 我的意思是 韓國瑜陣營常常在做一些 在我們在看選舉的時候 大家都打過選舉 他做很多事情的時候 我認為都很虎頭蛇尾 英小師大 英小師大加虎頭蛇尾 比如說他有時候為了要創造一時的聲量說 陳菊過去也亂用氣爆善款 虎頭 可是後面有沒有相對應的證據補出來 那時候我們大家都很期待 他如果拿出來的話 搞不好就翻轉民調 結果沒有 比如他說追蹤器也是虎頭 最後也是蛇尾 這件事其實也是 坦白說邱宇軒 或者是一些高雄市政府 真的有在盯大港開場 而且盯了好幾個月了 所以才會有今天這件狀況出來 可是如果你真的盯到弊案的話 你這時候拿出來風向就變了 可是如果你盯不到弊案 那你說那什麼工讀生沒有什麼 這是弊案 那個是弊案嗎 那算弊案還是個疏尸呢 對 它是不好的部分 然後也是疏尸 可是它沒有大到說 可以把整個大港開場的價值 把它蓋過去 就是你只要改善就好了 對 它是可以被改善的 所以說我認為其實在戰術上 或是細膩度 要想清楚 就是你上記 上記是說讓大港開場的人認同你 我做得好 讓每一個認同大港的人 也認同韓國瑜 這是上策 你上策做不到 我們不要求 你用下策 下策也沒做好 那我就覺得很可惜 來來 國東哥怎麼看 韓市府是幫韓國瑜 覺得票太多的 所以說那部位 這部位 現在少年選票 也把它切割出去 實在替高雄覺得比哀 連一種種表演演唱 還要分難力嗎 今天當然可以監督 九年五千萬 一年平均五百多萬 如果每次演唱會 只有小貓幾次在來聽的話 當然停辦吧 但是你都沒有講出一個道理 所以有人說 你昨天因為說 演唱會吃 想說三年 還是什麼人 都是比較偏女 這是什麼的老金 我太想不到 這意識形態 對不對 你韓國瑜在市場選擇的時候講 高雄又老又窮 現在好不容易有個大港開戰 年輕人都在那邊 讓你發大財 讓你又年輕 你不要你把他趕走 那至少有個替代方案出來 說我們要恢復秦新會 那老的懷疑 這不一樣 老的又老 我們不知道 韓國瑜宣布 大港開戰停止 我們要開始恢復秦新會 讓那老的都在那邊表演 對 資深藝人來表演 給老人也爽快一下 所以我是覺得莫名其妙 這種議題 我是覺得是誰 今天要討論的 應該是人家台南 你看看 Google Google在我們台南 做第二座資料中心 全世界最大的網路 縮型網站 這不是人的招商引資 你高雄當時拿一下 大家看說你看我韓國瑜來 不要說第幾名 如果這次Google是在高雄市 你應該馬上電給大家看 你看我怎麼搞定 結果不是嘛 你去提到大港開戰 在這裡討論 對不對 人家黃偉哲 每次吃三個公 一直在做這些事情 你韓國瑜呢 炮聲融融 什麼都不一樣 說唱不懂 今天好不容易大港開戰九年的 每一次像大港開戰 也好像五月天在體育館 高雄進小進行鐵育館也這樣 那這次擠都擠不進去 不只是帶來商機 連鐵路高鐵全部都賺錢 你為什麼都不做這種評估呢 今天你韓國瑜看到這種公文 你馬上要文化集 你給我做個評估 大港開上九年效益有多大 對 所以你才宣布要不要停 都沒有 然後弄出這樣的議題出來 真的 我每次看到那些老藝人去支持韓國瑜 我當然很鼓勵啦 但是秦星會真的在高雄可以恢復 辦起來人山人海嗎 不要再倒退 把臺灣又倒退 韓國瑜現在搞了半天 都已過去 什麼家庭就是工廠農業復興 什麼搞了半天 臺灣又要退回五十年前了嗎 這個太過分了 的確 郭總統你說這個 可能韓市長真的是停留在三十到五十年前的那種階段 那也難怪 你說如果臺南能夠吸引外資的這個投資 我們就來看天下雜誌 因為昨天有公佈的最新這個民調顯示 當然就第一名六都當中就是桃園鄭文燦 那臺南就黃偉哲是第三名 那這個韓國瑜就全臺這個倒數第一名 調查完第一名 所以說才會呈現出這種情況 是不是能夠吸引外資來投資 那反而還把現有行之有年的這個 好不容易的這個十多年的這個大港開場 現在就輕易的就讓他不辦了 那當然現在韓粉也不能接受啊 他就說這無良雜誌啊 用明朝的劍來殺清朝的官啊 對韓國瑜不公平啊 那剛剛我也提到啊 這個高雄的里長也說啊 這個這叫王輝煌啊 他當初也是投給韓國瑜 是希望能夠換市場能夠改變高雄啊 那現在有改變嗎 有啊把好了通通都改變光了 是這樣子嗎 來喬委員 我覺得這真的是非常韓粉的style 那天下雜誌之前大家都覺得 他可能比較靠近哪一種顏色 然後也都非常相信他的評比評價 但現在只要一跟韓市長扯上關係 然後是講負面的 你看現在變得無良雜誌了 天下雜誌是無良雜誌 不曉得接下來天下會怎麼想啊 那我是覺得還是一句話啦 能夠打敗韓國瑜的就是韓國瑜啦 真的如果韓市長能夠用心回到市政上面 好好的說三件事情告訴我們說他到底會做什麼 能做什麼 將來如果他當總統能夠做什麼的話 對那我覺得民調才會有起色 是的確來今晚怎麼看這個部分 也就是說韓國瑜真的是明明有一個很好的 發揮的舞台跟空間 但看起來都沒有去把握 因為現在對高雄市民跟高雄市長來說 他們的利益方向不一致嘛 市民要的是什麼 市民要的是我的市政可長可久可延續 然後最好這些東西對高雄市民來說 都可以帶來長長久久的效益 所以高雄市民要的是這個 但是現在這位高雄市長要的是什麼 他要的是 他明年1月11號可以選得上總統 選上總統之後 這個市政跟他是沒有關係的嘛 所以對他來說 他現在最重要的重心 我們開玩笑常講說八二法則 那你一定是把80%的利器 人常常都這樣子嘛 用在20%的事情上面 但是其實最重要80%是20%的利器 可是你會發現韓國瑜現在什麼 管你什麼八二法則啦 他現在百分之百利器 都是在選總統的事情上面 所以像大人開張他不在意了 所以對他來說 現在最重要的事情叫選總統 我們在節目 在三個月前就曾經講過 對韓國瑜來說 又要兼顧市政又要選總統 這本來就是一個很巨大的挑戰 但是現在很明顯的是 市政這一塊他很難顧得好 所以你會發現 韓國瑜現在最大策略是什麼 他最大策略就是把韓粉鞏固好 但是韓粉的擴散性真的是很有限 所以我們給各位看一張圖你就看得出來 9月8號造勢已經夠成功了吧 這麼成功的一場造勢 你看喔 對於韓國瑜過去七天的這個網路的聲量 來看你看 只有在9月8號拉上去這麼長 接下去才兩天左右的時間就掉下來 掉下來 所以他的鞏固作用時間其實也沒有這麼強 所以我們節目上所秀出來的民調 對我承認他一兩天內 他或許會有激勵的作用 但這就像打毒品一樣 他激勵完了作用之後呢 你還要再繼續往下施打 要不然作用沒多久時間就沒有了 因為一個政治人物 真正要讓他聲量可以長期維持下來 最重要的最好的是什麼 政績啊 但是他半年一年的時間 你要他交什麼政績 所以就會變成說市政上 我們看到很多螺絲鬆了 但是他必須要透過像這種語言式的操作 或是這種對韓粉這種宣傳式的操作來操作 所以我們才說對韓國瑜來說 現在其實讓很多市民來講 他如果在市政這一端 就做成這樣 那你怎麼樣其他地方 我講的是高雄市民以外 可以相信韓國瑜 可以把這樣的國政標準 然後做的比他現在高雄市政 來的高明很多呢 對的確這政治人物不要想說 天天都可以高潮 來鄭浩來 我覺得是這樣子的 坦白說我覺得韓粉現在 韓國瑜或韓粉現在面臨到一個狀況是 不管是民調或是這類市政滿意度 他們都不願去面對 因為選舉是這樣子的 你要知道你要先去面對你哪裡不足 你才有辦法去改變 比如像這件事情我覺得 其實坦白說 我覺得高雄市政府 對於天下雜誌這個回應 是在污辱所有天下雜誌的讀者 還有天下雜誌本身 今天天下雜誌發出一個非常嚴正的聲明說 這個調查 首度喔從來沒有過的喔 應該這樣講 這個調查跟前任完全沒關係 他講得很清楚 他說他是在7月18到8月22號 他的樣本書會主到是有代表性的 去做縣市首長的滿意度 那這個滿意度 那這個滿意度